4月29号星期四 股票市场是一个动荡的一天 早晨开高又走低 最后未盘手又拉高 Dogions涨了239点 收在34060涨了0.71% SPY涨了28点 收在4211涨了0.68% 应该是一个New Height NASDA涨31点 收在14082涨了0.22% 分别涨了0.71 0.68和0.22% 以这个来说 NASDA涨了6.3% SPY涨了6% Dogions涨了2.68% NASDA涨了最多 欧洲市场 英国-0.03% 德国-0.9% 法国-0.07% 德国的市场 这两天不太好 亚洲方面 日本-0.21% 日本-0.21% 香港-0.64% 总共上海-0.24% 债券市场 债券市场的利息最近是有点上升的状况 以目前来说 美国的十年债券 美国的十年债券大概在1.6%左右 今天上升了四个basis在1.65% 加拿大是1.56% 巴西9.01% 墨西哥6.83% 巴西和墨西哥的利息都非常的高 德国-0.19% 法国-0.15% 瑞士-0.24% 利息都有上升的现象 日本-0.09% 香港-1% 印度-6.06% 所以 已开发的国家 基本上都是低利率 而开发中国家利息都偏高 那么石油 这两天又是上升的 以西德州石油来讲 最近不单的往上走 目前在64.7毛 布兰特油涨到68.4毛 因为OPEC继续维持他们的互相的承诺和奸残 然后黄金1768块 黄金前代时间长得不错 最近有点盘整 然后再来看一下就是currency方面 currency方面欧元对美元1.21 美元对日元108.85 英镑对美元是1.395 美元 美元目前还是在91-92这个地方 照目前的基本面来看 三大指数都是在NEW HIGH 而且不断的上升 但是PV Ratio已经到了24 EARLY Report出来来看 目前85%的EARLY都是优秀的 但是优秀的EARLY Report不见得就能够产生对股票的提升 投资人有些公司 大概是1.9兆 不过也可以算是一个对股市的喊话吧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对投资人来讲比较要注意的就是通货膨胀和利率的走向 虽然联邦是保持对利息的 但是市场的利率并不是由联邦完全控制的 还是要有市场的供需 以及人们对未来通货膨胀的期待 按照学术的定义 什么叫利率 利率就是人们对未来通货膨胀的想望 就是利率 因此如果大家都认为未来是会有通货膨胀的话 利息可能还会继续向上升 那么一般华尔街的想法是利率 10年的利率没有超过2%以前都还可以忍受 如果突破了2% 可能对市场是一个damage 那么还有就是疫情方面 目前的疫情基本上美国的疫情逐步受到控制 现在接种疫苗的人接种一次 大概有41% 42% 那个两次都接种了 大概有29% 30% 这个在全世界来讲都是接种疫苗比例比较高的 像德州现在你要打疫苗都非常的方便 不像前段时间还要排队 那么但是像有些开发中的国家 尤其是印度最近情况就非常不好 这个不好的状况有可能扩散 一发不可收拾 因此周边的国家也都非常的紧张 然后由于医疗和卫生的条件比较差 这个事情怎么去解决 目前不知道 那么这个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所以市场有好有坏 代表恐惧和grady的指数 目前从60% 大概涨到66 那68的地方 投资人目前是乐观的 乐观的情绪正在增加 一般来讲 没到70以上 我还不是非常担心 如果超过了70 就要稍微小心 我是萧银翔 那么电话713-988-3888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刘一语